北京时间8月5日凌晨 张宇飞与队友拿下巴黎奥运会女子4成100米混合泳接力铜牌 并获得女子50米自由泳铜牌 巴黎奥运会张宇飞已斩获一银五铜 共计六枚奖牌 个人职业生涯奥运奖牌数达到十枚 成为中国队奥运史上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 回望这次奥运之路 张宇飞说赛前有些紧张 但总体表现挺好 表现我觉得还算是正常吧 可能比我预期稍微差点的就是100米跌用 因为赛前的那种紧张压力是我没有想到的 或者说我想象的可能比我实际经历的要低一点 可能对100米的表现是不太会满意 其他都挺好的 领奖台上张宇飞头戴可爱的熊猫发菇 竟显中国元素 这个小亮点也得到了网友们一致好评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我都特别喜欢去带一些展示自己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蝴蝶啊 或者说糖果啊鱼骨啊这种东西 然后去参加国际比赛我就喜欢带一些带有中国元素的东西 但是因为碍于是奥运会 我前几天比赛就一直在纠结 我说这么庄重的场合 我带个发菇上去会不会不太好 纠结了到最后一天不管了不管了带了吧 我私底下更想当一个郁姐 所以我的搭配呢可能会更往成熟啊清熟啊这种方面的 但是比赛的时候我会找那种鞋影的 所以就可能又偏可爱疯了 在比赛过程中观众们举起五星红旗为张雨菲加油 这一刻让张雨菲感觉到背后有坚实的后盾在支持着他 然后在赛场上我第一天哭也不是因为成绩 就是因为在我拿了第三名之后我在绕场 然后观众们就举起一面面五星红旗跟我说 张雨菲你很棒你很厉害了 当时一下子就很动容 很多个粉丝都是张雨菲我能不能抱抱你 你很棒了加油 要么就是握着我的手感觉他要哭了 好吧他一哭我也想哭了 我觉得我身后一下有了那种坚实的后盾的感觉 就无论我又成什么样他们都在挺我 在本次奥运会中 外媒反复质疑中国游泳队员的兴奋剂问题 张雨菲表示 大家都是清白的 反复纠缠造成运动员心理压力增大 如果只是尿剪的话并没有什么 你只是提供一些尿样 可能影响的是我们的一些心理波动吧 就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是清白的 明明也做了公事 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去质疑我们 而且在我们接受完了这么多次检查之后 他们还要把这些事情拿到赛场上的发布会 或者说赛后新闻采访去问我们 不断地去问我们 有些无奈吧可能 因为讲了很多遍了 他们不信 你不信还要听我们解释 无奈又好笑 就是你也没有办法阻止人家做 你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做好一切的心理准备 其实你到了赛场上 跳下水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想这么多了 我就是来比赛的 我的注意力只要放在比赛上就好 其他的事情有完再说吧 结束了紧张的比赛 张雨菲也想放松一下 她表示现在最想吃螺蛳粉 我觉得螺蛳粉跟我们家的米线很像 就徐州米线 我出来之前 我一直以为徐州米线 就是全世界的米线 都是一个样子 然后发现出来以后 发现只有徐州米线是那个样子的 然后螺蛳粉的线呢 又跟米线很像 我特别爱吃螺蛳粉 其实我就爱吃里面的酸酸 就是我可能不太能接受 广西本地的螺蛳粉 但是我能接受外地的螺蛳粉 就有点抽过头不行 对于未来 张雨菲希望再参加下一届洛杉矶奥运会 她希望中国队男女混合勇接力 可以登顶世界第一 训练计划暂时还没有 因为确实想在这次之后 给自己先放个假 至于洛杉矶奥运会 暂时还没有规划 但是我内心就是有一点 从巴黎的遗憾 想带去洛杉矶 想去实现 就是希望我们的男女混接 还是可以登顶世界第一 因为两届了 这一届我们表现得很好 但仍然是第二 所以一直想说 把这个结理给拿回来 而且下一届奥运会 对我来说已经第四届奥运会了 就是我希望下一届再参加 我真的是去享受奥运会了 对于即将进入职业生涯 新阶段的年轻游泳运动员 张雨菲鼓励他们说 所吃的苦一定不会白费 不要气馁 没有一个运动员 是一番丰盛过来的 你所吃的苦一定会配得上 你的努力和成功 你所吃的苦一定都不会白费 无论这个结果是在前还是在后 所以大家无论在何时 都不要去哪里 不要放弃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